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学第十二课 这些照片是在哪拍的? 好,首先我们先复习生词 我们先复习生词 你们要把出来的词念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 好,现在你们把出来的词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中文就要根据我们第十二课 课文一的生词 来,我们现在开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是美丽 下一个 像,对了 贴 开心 什么呢? 自由 好 辛苦 好 对了,安排 旅行团 活动 好 所有 为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复习课文一 复习课文一 我们要进行对话 我当美爱 你当大卫 我们现在开始 大卫 墙上贴了这么多照片 都是你拍的吗? 太美了 太美了 像画一样 你是在哪拍的 酒债沟 我一直想去 可是没机会去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你是跟旅行团 一起去的吗? 是吗? 为什么不跟旅行团 一起去了? 是吗? 是吗? 听说 去酒债沟 要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 很辛苦吧 好 那现在 你当美爱 我当大卫 来吧 现在开始 是我拍的 拍的怎么样? 在酒债沟拍的 我去过两次呢 第一次是去年夏天去的 第二次是今年秋天去的 第一次是跟旅行团 一起去的 第二次是我自己 一个人去的 跟旅行团走 太不自由了 所有的活动 都要听导游的安排 自己去很自由 玩得更开心 可不是 不过 为了看到 酒债沟美丽的景色 辛苦点 没什么 好 现在我们就继续看 生词二 课文二的生词 来 你们跟老师读 一 什么什么 旧 什么什么 旅行社 最近 感兴趣 对了 选 景点 游览 赶快 得 旅馆 了解 当地 熟悉 好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看吧 这些生词的意思和用法 第一个就是一什么什么旧什么什么 这就是我们课文二的语言点 来这个一什么什么旧什么什么是怎么用呢 第一个用法就是它表示两个动作紧接着发生 意思就是呢 一个动作它结束了以后就接着进行第二个动作 我们看例子哈 我一回到宿舍就关上窗户打开空调 第一个动作就是回到宿舍结束了就发生第二个动作 就是关上窗户和打开空调 我们再看例子哈 他很聪明 老师讲的语法 他一学就会 这里的会也就是一个动词 那么 他一学 他先学 然后他会 他学这个学这个什么动作结束了以后 他就会 是这个一什么什么旧的用法 还有一个就是妈妈一到家就抱孩子 妈妈 begitu妈妈 sampai di rumah dia langsung memeluk anaknya 这个第三个例子的意思哈 然后我们看下面 表示条件 即前一种情况 是发生后一种情况的条件 什么是条件呢 条件就是prasarat的意思 jadi disini artinya adalah kondisi kedua itu bisa terjadi disebabkan oleh adanya kondisi yang pertama 好我们一起看例子 他一喝酒就脸红 jadi脸红 ini bisa terjadi karena adanya kondisi yang pertama 喝酒 明白吗 begitu dia minum arak wajahnya langsung memerah 是这样 funny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一被雨淋湿就感冒 我一被雨淋湿就感冒 begitu saya kehuja nan saya langsung demam atau flu 是这个 i什么什么 就什么什么的用法 好我们看 下面 有旅行社 旅行社的意思就是 专门各种旅行业务的 服务机构 那么如果用 英语的意思就是 tour agent 或者我们用英语说 就是 again perjalanan wisata 比如说 像这样的广告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吧 这就是旅行社的广告 接下来有最近 最近的意思就是 只说话前 或后不久的日子 或者resempli akhir akhir ini 比如说 我最近 常常去 超常跑步 最近 akhir akhir ini saya sering ke lapangan untuk berlari 或者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跟她联系 不知道 她最近 怎么样 不知道 她最近 怎么样 tidak tahu bagaimana kabar dia akhir akhir ini 来 我们看 下面的词 感兴趣 感兴趣的意思就是 tertariq kepada 一般我们会用 这样的格式 对什么什么感兴趣 来造这个感兴趣的句子 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妹妹对画画感兴趣 妹妹对画画感兴趣 妹妹 sangat tertarik kepada menggambar 我年纪大了 对 动画片 不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了 好我们看 下一个 对了 对了 就是 kalau dalam bahasa Indonesia 我们可以说 是 哦呀 哦呀 什么 什么 misalnya untuk mengganti topik pembicaraan 比如说 我们现在谈考试的事情 然后我想 突然改一个话题 比如说 哦呦 今天考试很难 哦对了 我忘了 要还你的书 明天我可以还你的书吗 是吧 这个就可以用 对了 来 转换一个话题 接下来 我们看 圈 景点 和 游览的 这个用法 劝的意思是 拿到 你说服人 使人 听从 到 dalam bahasa inglis advice bahasa 在一起 但他却不听 应该是听 mendengar 的听 下一个是 景点 景点的意思是 公游览的 风景点 公游览的风景点 或者 等待 等待 游览的 别人 我们说 旅游 景点 等待 游览的 以前呢 我们学过的 有 风景 有 景色 然后 现在我们学的 就是景点 景点呢 它主要是 要给 公游览的 风景点 jadi memang tempat yang dihususkan untuk berwisata atau untuk melihat-lihat seizing seperti itu 比如说 故宫 一合园 和 长城 是北京的 旅游景点 明白吗 故宫 是什么呢 Forbidden City 一合园 Summer Palace 长城呢 Gridwall 对 是北京的 旅游景点 jadi tempat-tempat wisata atau tempat-tempat untuk jalan-jalan di北京 好 下一个 我们看 有 游览 游览的意思是 行走 观看 对 刚才 这个景点 的意思是 公游览的 风景点 ada 文章 語蓝 di sini 那 di sini 游览的意思 就是 行走 观看 jadi jalan-jalan sambil melihat-lihat atau dur 比如说 明天 你有空吗 陪我游览 东方明珠吧 所谓 东方明珠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在上海 是上海的地标 Lenmark nya gota 上海 陪我游览 东方明珠吧 游览 就是一个 动词 旅游 旺季的时候 到杭州 游览 西湖的人 特别多 游览 西湖的人 特别多 这就是 游览的 例子 来 我们看 下面的词 有赶快 得和旅馆 来 我们看 赶快 赶快的意思 就是 抓紧时间 加快速度 抓紧时间 加快速度 比如说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快走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快走吧 我们赶快走 我太困 太累了 想赶快回家 我想赶快回家 这就是赶快的用法 下一个是 得 得的意思是 需要或者必须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词 这个得 它可以读得 也可以读得 轻声 也可以读得 当它读得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需要或者必须 我们看例子吧 我刚才看它哭了 你得去找它道歉 你得去找它道歉 我们必须 你必须去找它道歉 明天的开学典礼 我们得穿白色的衬衫和黑裤子 我们得穿 我们必须 我们需要穿白色的衬衫和黑裤子 这就是得的意思 就是必须和需要 来我们看下面有旅馆 旅馆的意思是 公旅客住宿的地方 就是跟酒店有一点点不一样 酒店呢 一般是一个比较贵 比较豪华的 一个住宿的地方 那么旅馆呢 它一般比这个酒店便宜一点 如果酒店一般是四五级 那么这个旅馆呢 它一般是二三星级吧 bintang dua bintang tiga 那么 penghinapan in 那么in pasti yang lebih sederhana penghinapannya 这个叫旅馆 现在我们可以往上订旅馆 我很想体验住 胶囊旅馆 什么是胶囊旅馆呢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bobobox 你们住过bobobox吗 我们说就是 hotel capsule 比如说就是这个bobobox 这个hotel capsule 我们叫做胶囊旅馆 胶囊旅馆 来我们看下面的三个词 了解当地和熟悉 了解的意思是 明白 理解 知道的清楚 到mangarti 比如说 男朋友对我说 我是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是这样吗 男生说的话都是甜的 但是不知道我是对还是不对 开玩笑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我真的不了解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你 我真的不了解应该要怎么样对待对待他 对待他 好我们看下面有当地 意思就是人物所在的或事情发生的那个地方 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 lokal 比如说 他们向当地政府提过意见 他们向当地政府提过意见 意思就是 他们在乎 当地政府的意思是 就是 当地政府的意思 就是 当地政府的意思 就是 五年在上海生活 我学会当地方言 当地方言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当地发言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生词 这里就是有熟悉 熟悉就是知道的清楚 知道的清楚 它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比如说 我对巴黎岛的情况不熟悉 你能当我的导游吗 我对巴黎岛的情况不熟悉 你能当我的导游吗 我对巴黎岛的情况不熟悉 你能当我的导游吗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我熟悉他寫的字 这封信一定是他寫的 我熟悉他寫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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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一定是他寫的 surat ini pasti dia yang tulis 是这个熟悉的用法 好,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课文 我们边听录音边看课文 课文二 还是跟旅行团去旅行吧 安妮,你怎么一回到宿舍就上网啊? 我找找旅行社的广告 我发现你最近对旅游广告特别感兴趣 暑假,我打算去旅游 想找个好点的旅行社 对了,你上次去西安 是跟哪个旅行团去的? 我劝你别跟旅行团走 最好找几个朋友,自己去 为什么? 旅行团安排的景点太多 游览的时间太少 我去西安时 有的景点导游只给十几分钟 大家一下车就赶快照相 一照完相就得去下一个景点 自己去,订旅馆,机票挺麻烦的 这些都可以在网上订,不麻烦 可是,我不了解当地的旅馆 对当地的交通也不熟悉 一想到这些,我就头疼 还是让旅行社安排吧 好的,现在你们,请你们回答问题 好,这些问题你们都回答了 下面我们进行对话练习 来,现在我当美爱 你当安妮 我们开始 安妮,你怎么一回到宿舍就上网啊 我发现你最近对旅游广告特别感兴趣 我劝你别跟旅行团走 最好找几个朋友,自己去 旅行团安排的景点太多 游览的时间太少 我去西安时 有的景点导游只给十几分钟 大家一下车就赶快照相 一张玩家就得去下一个景点 这些都可以在网上订 不麻烦 好,读得很好 现在我当安妮,你当美爱 准备好了吗 我们现在开始 我找找旅行社的广告 暑假我打算去旅游 想找个好点的旅行社 对了,你上次去西安 是跟哪一个旅行团去的 为什么 这几句,订订旅馆机票挺麻烦的 可是我不了解当地的旅馆 对当地的交通也不熟悉 一想到这些 一想到这些我就头疼 还是让旅行社安排吧 好,我们已经进行了对话练习了 接下来请你们把书,把课本翻到176到177页 好,请你们做177页的练习 你们先看这个课文 这个短文 这个短文 然后回答它下面的练习 好的,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Salamualaikum Salamualaikum